日本人的爱岗敬业精神 那在世界上是有名的 但一个星期修三天的劳动模式 怎么看都是好事 日本人为什么不愿意接受呢 日本经济新闻在2023年1月的舆论调查显示 不支持做四修三的制度的这样的受访者 居然占到了57% 支持推进这项制度的占受访者的37% 造成这个结果的主要原因是 日本固有的工作模式决定了休息日增加 与工作量减少是相互矛盾的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在2022年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 日本人的工作时间在全球排第26位 每年要工作1598个小时 其实这不足以反映日本整体的劳动时间 因为短时劳动者以及非正式雇佣的人数 没有统计在内 而且加班时间也没有计算到总工作时间里面 事实上加班时间反倒是日本人劳动时间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表示 在G7集团当中 日本是七个发达国家当中最辛苦的国家 有偿劳动时间最长 用于照顾家庭以及休闲的时间最少 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休息几天 而是工作模式能否更加合理化和人性化 不然就得用四天的时间来完成五到七天的工作量 日本人自然是没有办法答应的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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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